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引出了一个叫人魔的怪物 最终不遵守游戏规则的眼镜妹被拖进了黑暗的深渊 而幸存的麻花妹和阿呆都被吓坏了 两人约定谁也不许向外人提及此事 时间一晃来到了60年后 当年的麻花妹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太太 熟悉恐怖片的一定对这位老太太并不陌生 她曾经在涛哥解说的恐怖片里多次出现 我们就叫她花奶奶好了 花奶奶自从60年前的恐怖经历之后性情大变 整天不是神神叨叨就是沉默寡言 后来结婚生子基本上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 这天花奶奶生病了 她的外孙女小美来照顾她 小美的母亲早逝 这些年一直跟着爸爸东奔西走 和外婆的感情也不是很深 再加上花奶奶古怪的性格 两人见面难免有些尴尬 这天花奶奶让小美去阁楼帮她找一面古董镜子 恰在此时 小美的朋友卷发哥过来找小美玩 两人在阁楼装镜子的箱子里发现了当年花奶奶玩召唤人魔游戏的道具 正当他们研究游戏怎么玩的时候 花奶奶突然出现在了阁楼上 她惊恐的睁大了眼睛 大喊着你们居然开启了游戏 接着就晕了过去 随后医生胡子书接到电话赶来对花奶奶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确认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在安顿好花奶奶后 两个年轻人又聊起了那个游戏 为什么花奶奶对这个游戏这么的恐惧 这说明这个游戏一定很刺激很好玩 要不咱俩听导演的 坐死试一试 两人是一拍即合 再次悄悄的来到了阁楼上 翻出了游戏规则 在这里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游戏规则 首先要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然后刺破手指按上学手印 点燃一只蜡烛关上房间里的灯 然后把纸再贴在门上 在午夜钟声响起时 要刚好敲第22次门 这样人魔就会出现了 两人按照规则一步步的操作 正当小美在敲门的时候 花奶奶忽然惊醒了过来 她知道小美她们又开始玩游戏了 但奇怪的是 这次花奶奶却并没有出去制止 而是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而小美这边 在操作完之后 发现并没有什么变化 看来什么人魔的都是骗人的 转发哥随手就打开了门 吹灭了蜡烛 这时她无意中扫了一眼规则下面的字 发现上面还写着 凌晨3点33分之前 必须躲开人魔 否则后面还有内容 但是是被撕掉了 两人不禁有些担心 赶紧返回阁楼 去寻找规则的下半部分 这时墙上的喇叭里 传来了花奶奶的声音 小美一听花奶奶醒了 赶紧就去到她的卧室查看 而小美刚走 转发哥就在盒子里 找到了另一半的规则 上面写着 要保护好点着的蜡烛 如果灭了 要尽快点燃 为了防止人魔攻击 还可以用盐 在地上划成圆圈 躲在圆圈里 就可以避免人魔的攻击 规则还规定 每玩完一轮捉迷藏游戏 必须更换地方 如果没有遵守这些规则的话 人魔就会拖走你 另外一边的小美 来到了花奶奶的房间 却不见花奶奶的踪影 接着她又来到了卫生间寻找 这时 躲在衣柜里的花奶奶 悄悄地走了出来 吹灭了小美摆在门口的蜡烛 就在蜡烛熄灭的一瞬间 可怕的人魔 从卫生间的浴缸里钻了出来 一把就将小美拖进了浴缸中 小美被折磨得浑身是血 而花奶奶居然在一旁鼓掌欢呼 在危急关头 还是卷发哥赶了过来 将小美给唤醒 原来刚刚的一切都是幻觉 听了小美的遭遇 卷发哥还是不相信 为了验证真假 卷发哥吹灭了蜡烛 人魔果然再次出现 还一把就掐住了卷发哥的脖子 就在这时 一阵敲门声传来 人魔瞬间消失不见 他们赶紧去开门 原来是两人的朋友丽丽 丽丽听了卷发哥的描述 也来了兴趣 丽丽早就听说过 召唤人魔的这个游戏 一直很向往玩一玩 这次终于有了机会 于是三人没有逃离 也没有报警 而是又开始了作死之旅 当然也对不作死 恐怖电影怎么往下拍呢 接着他们就在房间里 举着蜡烛到处寻找人魔 而人魔就悄悄的 跟在他们的后面陪他们玩 估计他们也觉得 这样怪沙雕的 于是边找边尬聊了起来 在聊天中 我们得知 小美的母亲 就是在这个房子里自杀的 而且死的时候 小美和花奶奶就在身边 小美刚说到这里 忽然想起了那天花奶奶的表情 就和自己被人魔攻击时 是一样的 也是幸灾乐祸的样子 难道妈妈的死 也和玩这个游戏有关 那花奶奶和人魔 又有什么关系呢 正在小美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莉莉手中的蜡烛 忽然被天花板滴下来的水 给浇灭了 卷发哥想重新点燃 但却怎么也点不着 这时卷发哥想到了规则上写的方法 赶紧用盐画了个圆圈 让莉莉站在里面 然后她和小美去餐厅拿新的蜡烛给她 这时狗学的一幕出现了 两人是来到了餐厅 但不着急找蜡烛 而是聊了起来 对 你没看错 也没有听错 两人是先弹星星 再弹月亮 同时词歌赋 谈到了人生哲学 直到聊到口干舌燥 因此还相互的交换了一下口水 而莉莉这边呢 还傻乎乎的站在圈里等着 这时人魔突然出现 她调皮的搬来了水桶 在上面戳了几个小洞 想要用水 把地上的盐给冲掉 而莉莉集中身至 用花盆里的土挡住了水流 暂时缓解了攻击 而这架势 搞得跟玩植物大战僵尸似的 而另外一边 小美和卷发哥两人还在聊天 这时医生胡子书忽然到访 原来她刚才走的时候 听到小美她们提到了召唤人魔的游戏 担心她们会有危险 于是赶过来告诉了两人真相 原来当年花奶奶她们玩游戏的时候 胡子书其实也在阁楼 当时花奶奶也邀请了她一起玩游戏 但胡子书当时年龄太小 胆子也小 所以最终没有参与 也因此捡了一条性命 另外躲在角落里的胡子书 也无意中得知了真相 原来当年花奶奶受到人魔的蛊惑 答应人魔找一些小朋友过来玩游戏 人魔说只要找到人献祭给她 就可以满足花奶奶的愿望 而花奶奶也没想到事情会变得无法收拾 而更可怕的是 胡子书怀疑人魔一直潜伏在花奶奶的身体里 每隔几年就会发作一次 而十年前 小美的妈妈就是在花奶奶的蛊惑下 玩了这个游戏 也因此丢了性命 另一边 莉莉的保护圈最终还是被人魔用水给冲掉了 莉莉也是崩溃了 开始大喊大叫 人魔看出了莉莉心中的阴暗面 知道她曾经虐杀过小兔子 于是人魔就变成了一只大兔子 按照莉莉虐杀兔子的方式 将莉莉给虐杀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 听完胡子书讲述的卷发哥和小美 这才想起来 莉莉还在保护圈里 赶忙就跑了过去 结果发现莉莉早就凉透了 摊上你们这样的朋友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 想不凉都难啊 接着卷发哥和小美激动的要为莉莉报仇 但胡子书却拦住了他们 说自己实战经验丰富 就由她来对付人魔 让小美他俩在保护圈里 等着她胜利的消息就行 正当我们以为胡子书要放大招的时候 花奶奶出现了 对着胡子书是连抛媚眼 胡子书也是难过美人观 很快就沦陷了 直接就把正事给忘了 不料花奶奶此刻已经被人魔附体 上前就干掉了胡子书 接着又浑身是血的 朝着小美和卷发哥扑来 在危急关头 小美是大意灭清 一枪就打死了花奶奶 此刻时间刚过三点三十三分 游戏时间已经到了 正当小美和卷发哥走出保护圈 庆祝游戏胜利的时候 人魔再次出现 原来刚刚人魔在导演的安排下作弊 将钟表给调快了 最终胜利者还是人魔 没有任何的意外 小美和卷发哥双双毙命 影片的最后 又有人买下了这栋房子 在收拾房间的时候 这对父子发现了游戏的道具 饶有兴致的研究了起来 看来人魔的诅咒将会继续流传下去 故事到此结束 看到林美老奶奶 涛哥真是感到非常的亲切 抛开其他人的表现不谈 起码老奶奶的演技是魔有毛病的 电影的化妆也不错 人魔的设计也挺好 可惜这个剧本啊 实在是会所有啊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我们下期见